一个居住的机器 并不是因为它缺乏对建筑与人性的思考 光辉城市继承了它之前的城市的规划原理 而它一直在想办法来解决 降低建筑生产的成本 哈喽大家好 我是TOKI代官莫良 感谢上一期视频 科普系列依众我的粉丝们对我的鼓励 这也是我第一次自己录视频 然后分享一些建筑方面的信息给大家 因为目前我在莫尔本达学上网课 然后刚好现在是期末的时候 所以事情比较多 距离上一次更新也间隔了接近两周 最近忙完后呢 会在后面给大家补会这些视频 然后如果你也是在网上上课 或者是已经回到学生上课的学生 可以在弹幕中分享你的位置 我会很好奇是不是会有 像我一样忙着在家里上网课的人 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 我们今天会继续上一次科普系列的视频 来聊一聊 1928到1946年的科普系列 在上一期视频结尾 我们提到科普系列从1927年 也就是它40岁开始 它的建筑事业才开始走向巅峰 而它的城市规划理论 在这1928到1946年上升到了顶点 接下来我们将会从那个时代的背景 到居住机器的理论的由来 然后再讲到光辉城市的理论 及其相关的作品 从1914到1918年一战结束 整个欧洲尤其是西方战线的参战国损失都很惨重 而1918年到1939年二战争事大爆发之前 欧洲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局势 所以在当时科普系列在它的走向新建筑这本书中提到 每个人的原始本能都要保证自己有个掩蔽物 而今日社会之各级工人却不再享有适合自己生活需要的住房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现今社会动荡的根子在于建筑 不是建筑就是革命 因此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科普系列认为 如果无法解决人们居住的问题 就会导致大面积的革命 而他一直在想办法来解决降低建筑生产的成本 把建筑看作是一个可以低成本大量生产的工业产品 为当时缺少经济住房的人提供足够的住房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科普系列曾经说 他的建筑是living machine 一个居住的机器 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对建筑与人性的思考 反而恰恰相反 他想要解决在那个时代 大部分人都面临的住房困难问题 1933年科普系列提出光辉城市Radiant City 这是继1922年之后的当代城市 和1925年瓦站计划之后的第三个城市规划理论 也是他最终版本的城市规划理论 光辉城市继承了他之前的城市的规划原理 像我们在科普系列一中提到的高住宅容积率 高城市交通效率 然后充足的日照与绿地 此外光辉城市的摩天楼轮廓是巨尺状的 这些凸出来的巨尺实际上就是垂直方向生长的空中花园的位置 它的原型是1925年的Immobile Villa 一个双层层高的庭院 同时科普系列结合它的居住机器的想法 把住宅当作一个工业产品来设计 具体来讲的话 比如它的光辉城市中的高楼采用的都是模块化且重复的居住单元 每个居住单元中卧室被设计到极限小 但是尺寸又满足基本的人体尺度要求 所以科普系列的光辉城市中的卧室就好像一个火车卧铺设计一样 非常的小但是能住人 而客厅这样的空间采用双层层高的做法来增加空间感和采光 与空中花园或者是阳台相连接 这种类似的卧室设计在1952年法国马赛公寓中也可以看到 卧室用很薄的隔墙分隔出两个单间 里面是一张单人床 旁边就是过道 然后在里面还有一张小桌子 但是马赛公寓并不能说是光辉城市的代表作 因为50年代的科普系列已经不再是追求工业技术为主的机器美学 而是返回一种原始主义或者说狂野派Blutalism 有机会我们会在以后的科普系列三中专门讲这一部分 回到光辉城市这个城市理论形成的相关作品 我们会在这里提到三个 第一个是1929年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城市延伸设计 科普系列坐飞机从上空看到里约热内卢海岸线之后画了一个沿着海岸线延伸的线性伸展的城市 一边是海 另一边是山脉 而科普系列的城市设计就在这两者的中间 建筑群就像高架桥一样沿着海岸线伸展 这些都是由底层托住台起来的住宅楼 第二个呢是1930年到33年的阿尔吉利亚首都规划 也叫阿尔吉尔规划 阿尔吉尔是这个首都的名字 这个方案更像是里约热内卢城市设计的具体版本 同样还是由线性城市的线性元素构成的城市规划 阿尔吉尔规划一共有过三个版本 但是都是由线性带状的住宅高楼构成 这个方案最吸引人的是这些住宅的层高有5米 也就是上下楼板之间的距离有5米 除了保留必要的结构支撑以外 居住者可以在空框的楼板之间自由设计双层层高的居住单元 然后把它插进去 这样居住者参与到设计中的方式 在二战结束后许多城市的附件中都特别受欢迎 可惜的是阿尔吉尔规划并没有落地 但是科布希耶把这种双层层高的住宅单元 自由设计与组合的想法 在1952年的马赛公寓中得以实现 在后来二战结束之后 建筑师尤纳·弗里曼 一个匈牙力书商的法国建筑师 非常认同科布希耶的住宅单元 可以在空框的楼板之间自由组合的这种设计理论 他在197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 Towards the Scientific Architecture 就是基于科布希耶的这个理论提出的 一个叫Mobile Architecture的理论 字面意思是流动的建筑 但是它的Mobility不是说建筑的构建是可以流动的 而是指住宅的空间多变性和自由设计的可能 也就是居住者来决定居住空间这样的自由的选择方式 第三个要介绍的和光辉城市相关的方案 是1935年的自灵规划方案 这是一个捷克东南部的城市 和前两个方案一样采用的是线性城市设计 但是不同的是这是一个沿着铁路发展的线性城市 因为当时的工业迅速发展 铁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 科布希也将工业区布置在城市的一端 而住宅区在城市的另一端 中间由城市的绿化来分割 在铁路沿线的地方再加入农业区的绘画 后来科布希也把工业区 住宅区和农业区定义为三种人类聚集点 并在1944年出版了同名书《三种人类聚集点》 当然他的书名的标题是用法文来写的 虽然工会城市的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 但是他的想法在后来许多城市 尤其是战后附建的城市规划中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包括像我们国家也由 以铁路运输或者水路运输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线性城市 个人认为其实科布希也在设计中思考 还是有对人性的思考 包括他的居住建筑的想法 也是对那个时代提出的符合人性的一种思考 因为在当时解决人们的居住问题是迫在眉睫 当然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不太适用 而且科布希也在三零年代之后的中后期呢 就开始反对他的居住机器的这种想法 回到一种原始主义和brutalism的风格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 这个会我们放在接下来的科布希也三中来具体聊一聊 如果想看的话记得在弹幕中追根哦 我会尽快完成final作业 然后赶出科布希也的第三期 那今天的科布希也二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